9月29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在北京举行盛大中外记者召会 首都的中国记者 驻北京的各国记者 来自港澳的中国和外国记者 应邀来访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十六周年庆祝活动的 各国新闻工作者等 三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先生和小们 欢迎你们来北京 跟我们一到 反途中国十五周年的会训 你们可以进行新闻采访 进行这个报道 把你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全是给介绍 你们要很进去 你们每个人都要很进去 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呀 是不是你们老金呢 要比戏一次 有这个无限 那么现在 你们愿意提什么问题 我进行我知道的 可以给你们回答 请开始 布拉柴维尔刚果革命之声报 编辑恩干加 西德新闻社记者 巴格曼 伦敦每日快报记者 巴廷顿 越南通讯社记者 黎思荣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松野古夫 香港金报记者 佟燕子 和其他记者 先后提出了问题 陈毅副总理 回答了记者提出的 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 和当前国际局势的 许多重大问题 最后陈毅副总理 就美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问题说 美国帝国的穷凶极恶 欺人太深 欺负中国人 欺负朝鲜 欺负越来人 欺负柬埔寨 欺负印度尼西亚 欺负港国里 欺负多米尼港 大高乐说他欺负 大高乐也欺负反对他 大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 这是美国人造成的 中国人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不可能的 所以香港的记者提出 香港问题 或者是澳门的记者提出 澳门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澳门的问题 中国人愿意 尽最大的人来 避免这个局势 经过人做充分的准备 准备美国人 打进中国大陆 我们是彻底地消灭了 9月20日 美帝国主义 F104型战斗机 侵入我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 进行军事挑衅活动 被我人民解放军 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 美国尚未飞行员史密斯 参荒跳伞逃命 刚一落地 就被我翁田人民公社的民兵活捉 史密斯根本没有料到 上天才一个多小时 就被中国英勇的空中英雄 揍了下来 更没有想到 刚一落地 就当了中国民兵的俘虏 这是美军飞行员史密斯的证件 十三国文字的护命符 这是电台和军用地图 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 注决授奖大会 9月23日在海口市举行 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 代表国防部宣读加奖令 海南部队负责人 代表广州部队宣读加奖令 击落地基的飞行员高翔和领航员 地勤人员雷达兵通讯兵等立功人员获奖 捕捉俘虏的民兵也立了功 这次胜利 再一次证明 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挑衅 在会上 指战员表示 今后要百倍警惕 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人 以迎头痛击 9月14日晚上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朋友 会反对佐藤政府批准日韩基本条约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 在上海举行示威游行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成志 父亲团中央 全国青年学年负责人 和正在上海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元四公一等 参加了示威游行 上海五千青年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沿途十万多市民 同日本朋友一起高呼口号 对他们表示坚决支持 日本朋友们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 阻止批准日韩基本条约 把美帝国主义从冲绳台湾赶出去 日中青年团结万岁 中青年团结万岁